大約30分鐘 光酥餅就新鮮出爐了 馬上做粘食一下 大家好 我是朱sir 這條影片我會教大家一款十分懷舊的產品 總會是懷舊的產品 以前路過 走過 看見它的時候 覺得它不起眼 不想吃 但隔了一段時間 開始越來越少越少 突然很想吃它 而我今次要分享懷舊產品是什麼呢 就是光酥餅 光酥餅的做法一點也不難 取決於食泡的比例拿得好嗎 如果是粉類太多 食泡的光酥餅很乾 很散 或者在食泡中佔的油份太高 或者是粉類比較少 焗出來又會比較卸身 無論如何 跟著我喜歡這條影片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在家裡 很容易做成功的光酥餅 好 到底古早美食的光酥餅如何做呢 我們現在就去片 好 現在開始了 低筋麵粉 165克 泡打粉 5克 阿摩尼亞 或者是臭粉 3克 先將它們兩個過篩 先攪拌均勻 然後加入蛋液 17克 牛奶 65克 白砂糖 80克 最後有豬油 10克 把所有材料拌均勻 初步拌均勻 完畢後 蓋上保鮮紙 讓麵粉和液體吸收一下 半小時後再做 然後在桌上灑上適量的手粉 而手粉即是高筋麵粉 然後將光酥餅麵團放進去 這個光酥餅麵團比較黏手 所以操作時 小心翼地操作便可以 然後在表面上灑上一層薄薄的手粉 搓一搓長 然後將它分割成4塊 我們清一下 大約是85克一塊 然後就比較簡單 拿上手搓一搓 然後放在焗盤上 按一下便可以 最後在入浴前 灑上一層薄薄的高筋麵粉 不用太厚 有時如果太厚 就用手插一下 薄薄的一層就可以了 大約30分鐘 我們的光酥餅就新鮮出爐了 我們將它放進一隻美麗的中式碟 旁邊放一杯造作的鐵觀音 整件事配起來吃光酥餅都可以吃得很興奮 它在一起 我們如何去拌勺它的熟味呢 你會看到底部的感覺 表現有啡啡hell的色 而且30分鐘後 焗熟後便摸一摸這面 表面是硬的 便可以出爐了 好 趕快弄一口吃一口 完完全全 跟小時候出去買的味道一模一樣 無論聞到的那種脫脫 吃下去的味道 還有半餅半蛋糕的質感 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100%相似的 好吃 先吃一口 好 今天的影片拍攝完成了 最後又是一個小小貼紙的時間 做光酥餅有什麼技巧呢 第一 粉糰屬於非常黏手 所以不要因為看到它黏手 而加大量的粉 或者扣了液體 第二點 如果沒有阿摩尼亞 沒有臭粉的同學可以怎麼辦呢 去烘焙店買就可以了 因為很多人都說沒有阿摩尼亞 就用Baking Shot來代替 但有時候不是不行 只是做一塊東西出來 但在一個不容易的情況下 無論它的味道 或吃下去的味道 就不像傳統的光酥餅 第三就是 如果有同學家的雞蛋 是特別漂亮的 蛋黃特別黃的 不建議拌在光酥餅上 因為光酥餅主要是想出來的效果 就是白酥酥為主 如果質素比較好 蛋黃色比較漂亮的雞蛋 可能做另外的烹調會比較適合 提示就說完了 如果害怕到前面 有喜歡吃懷舊的古老的同學 或是網友 記得在留言下 打個YES字 今天分享到這裡 喜歡看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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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